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德国历史上四个代表的集中代表 马丁路德出生于农民之家 他的父亲本来是个农民 但这个农民又去开矿 成为一个开矿的企业家 所以马丁路德的成分可以说他也是资本家 然后马丁路德自己又当了教授 他是个大学教授 所以他又是知识分子 然后马丁路德的根本的职业还是当个神父 还是当个圣女 所以他有教会的一份子 所以马丁路德这个人身上 实际上是很复杂 他又有热曼人的血统 然后他热曼精神的传统 然后他又是当时四大阶层 一个就是知识分子阶层 一个就是教会的阶层 一个是农民阶层 还有一个是新兴的资产阶级阶层 这四个阶层都是和马丁路德特别有关系的 所以马丁路德的爱国主义 我们还可以理解为马丁路德是热曼精神的集中的代表 因此也就是当时的德国精神的集中代表 所以路德身上所体现的一些思想 往往被认为就是热曼人的精神 是代表德国的 代表热曼精神的这样一些东西 在路德身上就反映出一种爱国精神 但是这个爱国精神是有问题的 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个爱主国爱爱国主义啊 那么他那个爱国精神呢 是什么东西呢 是一种马丁路德很强调 很强调责任 这就是一种特色了 所以他那个爱国主义里面 带有一种秩序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你假如要对国家负责 那你就得很负责任的去做好事情 所以路德的那个爱国主义里面呢 还有一个人必须对他的国家负责的这个意思 同样假如你要做个好丈夫 那你就得干出很多事情来 挣很多钱来养家福口 这样你才是个好的教练成员 那么假如你要做好公民呢 那你也得对国家负责 所以呢路德的爱国主义里面 里面带有很多责任在里面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路德要当好公民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路德要求人啊 消除腐败 消除变态的根源 这点很奇怪啊 就是路德呢 认为人之所以当好公民 就是要把他身上不好的东西去掉 身上什么东西不好呢 就是人和可能变坏 人也很可能变态 路德认为只要把人身上变态的根源给取消了 那么你就不是变得好一点吗 你就不是变成好公民吗 那么人怎么身上有什么变态的东西呢 那么他就主张 人身上的不良习惯一定要去掉 比如说有些人过日子很奢侈 那么这种很奢侈呢 不见得就是好的东西 不仅对你的生活 那个不健康 对你身体也不健康 所以路德呢 认为人应该不要有那么多的不良的嗜好 路德本人呢 除了喝点酒以外 还是比较正常的 路德呢 喜欢那个吃饭 喜欢喝酒 但是也喜欢音乐 路德还是个天生的音乐家 自己还做曲什么的 所以路德呢 除了喝点酒之外呢 基本上没有不良嗜好 那么路德呢 也不喜欢人脾气太暴躁 也不喜欢人太说风化 所以路德有个概念是很重要的 就是好公民必须是做一个健康生活的人 健康的人 做穿了 就是要消除人身上的缺点 消除那些导致你变态的原因 路德认为身边有很多变态的人 这种变态的人 往往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的 所以人的变态 你必须要从制度上去了解它 那么你从制度上去了解它呢 你才能消除变态 那么一个就是你要节俭 你要比较勤奋 比较节俭 第二个呢 你要消除圣女的独身主义 圣女经常会搞腐败 其中一个就是 禁欲主义独身主义呢 就造成了圣女的变态 那你就让圣女结婚好了 那么你让圣女一结婚 他们就不会搞腐败了 那么就没有变态了 你就不消除了变态的根源吗 还有一些人喜欢苦修 以为苦修也是好的 那你越苦修 你越容易出错 你越苦修 自己弄得很变态 你却以为这是接近神的方法 路德认为不对 路德认为能与神的那个接触啊 是一个很愉快的沟通问题 不是把你自己苦修 弄得能非常不像能 那个时候才是遇人 遇神那个接近 所以你去苦修了 东西也不吃 水也不喝 每天自己在虐待自己 这样不仅见不到神 而且把你自己宝贵的身体也弄坏了 所以呢 路德认为应该消除禁欲主义 应该取消苦修主义 应该取消修道院 那么这样一来呢 人不就也正常一点吗 可以当好公民了 另一个情况 就是路德认为 有些人本来就是人 但却要抬高自己 把自己变成神 结果就往往会导致一种结果 用神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那是不是你对自己要求太高了 弄得太苛刻了 假如你本来就是个人 你做人就好了 但是你要装神 那会不会给你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结果弄得你很变态 所以这个就是路德认为 这也是不对的 假如一个人明明是人 那你却要把自己当成神的代表 那一定会给你带来很大的精神负担 那么这种精神负担 会造出很多诡异的现象 有些事情就是标准弄得太高了 我们知道中世纪人的理想里面呢 往往会对人基于过高的期望 过高的期望 你明明是个人 你却要把自己当神 结果给自己造成了非常大的精神压力 弄得你行为举止很诡异 那么路德说 教会就是个人间的机构 胜率只是一份职业 这样呢 他就解放了很多人的 非分妄想造成的精神压力 所以这样呢 也使人变得正常了 那么路德还认为 人间天国这个标准是不对的 他觉得这个标准太高 是个理想 不是现实 他说人间就是人间 你怎么可以建造一个天国呢 人带有这么伟大的理想 你做得成吗 他也觉得这个要求 把人得拔高了 这是神做的事情 天国不是人可以创造的 神花了那么多力气 才造出个天国呢 人怎么可能造天国呢 那你标准如此之高 是不是也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 那么这样一来呢 你就不安分了 不安分呢 你就会造 就不能当一个好公民了 所以呢 他反对那个人间天国的观点呢 有一点也是他做好公民的 有信仰的好公民的 这个做法 还有一点 路德也反对教条主义 他觉得能有的变态 是由于教条主义影响的 什么叫教条主义呢 就是仪式 拉丁语 什么东西 这是按照法律 至少这里有三个东西 一个法律 你每做一件事情 就要想一想 我有没有违背法律啊 然后你写篇文章 我想我有没有语法错误啊 是不是写好的拉丁文啊 还有一个情况 你想想 哎呀 我以为没犯什么规矩啊 还有你读书 哎呀 我这书是不是读到最好啊 那么明明 不要想那些问题 你就好好做人好了 你休息好了 想读书就读点书 你心中是虔诚的 你就认为自己基本没错 你不要去想 你是不是哪个礼拜 你没有去做礼拜 你该忏悔的时候 没有去忏悔 你该做的仪式 你没有去做好仪式 你结婚 没有到教堂里去结婚 你想那么多次干什么 那些东西 照路德来看 都叫做行事主义 或者叫做教条主义 如果人身上 有那么多的束缚 人就是不自由的 不自由的人容易变态 于是路德就大大的简化了 所有那些仪式 他说圣经里没有的东西 不是神圣的呀 你不要去做呀 那么路德这样一种 取消了很多种的那样一种 取消了很多种的那种仪式呢 实际上就是反对那种教条主义 反对那种本本主义 反对那种 我们刚才所说的什么东西呢 都有规矩的 他这个不可能 法律路德也做了解释 说法律是好的 但是你每件事都不犯规 只能满足你的最低要求 你以为你每件事情都不犯规 你就能灵魂得救吗 路德根本 这两种没有关系 因为法律是人间的法律 不是进天国的那个必经的法律 那么从这个道理来讲呢 路德认为人不健康呢 很多问题上是制度上的问题 制度上的问题呢 还在于一个人的心态 一个人如果往前走的人 他基本上都是靠好的方向去看的 如果一个人不健康 他老是想负面的东西 中国过去有一句话叫做 无入三省无深的吧 每天想缺点 要想三次 那你这样就缺点找得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那么马丁路德不是这么看 马丁路德看 能主要还是从好的方面去看 看到你的优点 看到你的成绩 这样呢 你才能做健康 所以呢 从这个要点上呢 路德呢 认为做一个好公民呢 还不一定要去忏悔 尤其不一定要到教堂里去忏悔 你做错事自己反省一下也就行了 你干嘛一定要跑到教堂里去 讲给别人听呢 说我做错了很多事 我要忏悔 忏悔是不是你专门去 想你的负面的东西 你就专门说我犯了什么错 然后你要听一个人来对你说 你做的事情是错了 你应该付出代价啊 路德认为忏悔你这个东西 是不必要这么进行的 为什么要取消忏悔你呢 反省本来是个好东西 可以让你完美 但是忏悔 尤其像别人去忏悔 还把它当作一个神圣的礼 路德认为太过了 路德并不是一个理想主义 并不是一个理性主义 你不能说路德是非常理性的 但是路德就是根据他的感觉 所以一个人如果一天到晚 再说自己忏悔 这就有点问题 路德问啊 你每天去忏悔干嘛呢 你说我忏悔了 我的罪就可以抵消了 我的罪就可以赦免了 我就能去进天国了 路德认为你这是功利主义 忏悔这个东西应该是发自内心的 你现在却是通过忏悔 去和神做交易 那你本质上就是坏人 你不是好公民 所以呢路德认为 给人制造过多的忏悔呢 其实呢 也是一种功利的表现 那么这样一种情况呢 路德就提出了一种 基督徒的自由 那么还有个情况 你要当个好公民啊 你不要太变态啊 就是认为人不要过分的贪婪 一个人过分的贪婪 什么东西都要 结果呢 你也容易脱离了你的本分 因为路德的社会观里面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每个人都是各受其分 做好你自己的事 而过分的贪婪 实际上就是要求你说去做 你不能完成的事 你的能力不能做的事 那么这样一来呢 路德的思想呢 有点说明论 就是什么事你命中有的 你就应该有 你不要有的 你不要去贪婪 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说呢 路德认为 尤其你是个基督徒啊 你是个有中原信仰的人 你不能做贪婪 那么路德有很多实际的例子啊 你看一个基督教会 走了世俗化的道路 结果整个世界都要听他的 听罗马教会啊 那么最后呢 结果导致了 生女的那个责量的下降 导致了各种腐败 导致了和世俗的统治者之间的利益争夺 导致了那个十字军东正 导致了很多负面的东西 这个根源就是人过分 人犯了两个错误 一个过分贪婪 一个呢 离开人本质 去管别人的事 那么路德认为 这个是引起变态的原因 那么正面来说 能应该怎么样呢 能应该各按 各按其分 不在其位 却谋其正 那么路德认为呢 这是不健康的东西 他不仅仅是心理上 要加以纠正 而且要在制度层面上 把那些 他认为不合理的东西 给取消了 这个目的呢 就是要建立一些 一个比较良好的心态 在制度方面呢 杜绝 你也可以把人 影像变态的东西 那么 这个问题 其实上挺有趣的 对吧 就是路德的社会观伤的 一些细节问题 实际上正要有人 好好写文章 好好进入深入研究 问题就是现在 我们一谈马丁路德 就谈他的大的方面 而对他的 那个细节方面的 那样一种东西呢 确实应该好好研究 大大研究 我们现在 要讲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马丁路德思想上呢 有一定的平等观 我们说介绍他的平等思想 那个马丁路德 为什么说他有点平等观呢 因为他出生非常奇特 他是当时四大阶级的 德国四大阶级的 集中的代表 我们刚才也说过了 他的父亲是个农民 后来呢 又当了资本家 开矿 然后他自己呢 去读书了 成了个教授 最后呢 他还是个圣女 是个神职人员 所以呢 他代表了那个农民 知识分子 教会 还代表了那个资本家 那么这样一个人呢 身上呢 很可能产生一种 融合贯通的东西 他要求平等 他自己是个知识分子 读了不少书 然后他又是出生于农民 所以呢 他觉得很多东西呢 通过人的努力呢 是能够改变的 所以他要薛平的第一个 就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 这个不平等 他想改变的 他觉得人呢 都是可以改变的 你那个搞体力劳动的 那个农民 这个是可以啊 他的父亲不是个农民吗 他自己不是成了教授吗 所以呢 从这些情况来看呢 他不是很过分的提倡 什么是城里人 什么是农村人 这个东西他比较平等的 第二个平等的 就是圣俗之间的平等 你不是圣女吗 是神职人员 那么我那就是一帮的百姓 他觉得这个东西 应该把它取消 那个经典作家 我们不是重复了好几遍吗 说马丁路德 今天作家这么说的 说马丁路德呢 他就把圣女变成了俗人 他也把俗人变成了圣女 这就是说呢 他把那个教会的神圣性给取消了 然后他又要叫每个老百姓 每个人自己和神去沟通 这样一来呢 他觉得圣和俗之间呢 应该这么来区分 整个天国里的东西都是神圣的 而整个在人世间存在的东西都是世俗的 那么教会没有神圣性 教皇没有神圣性 神职人员没有神圣性 那么一般的人 只要你和神圣的神去接触 你就自然会从神那里得到那种力量 所以这就是他要抹杀那个神圣之间的区别 那么他呢 也要抹杀一种 那个叫做城乡的区别 他有些城乡那个东西 不要弄得太过分 他也要抹杀 一个人的道德与法律之间那样的区别 我们刚才也说过了 他觉得过分的服从规律 服从法律 就是一天到晚做忏悔 一天到晚反思自己 这未必就是好 他呢 就觉得 这个方面呢 是应该 应该什么 应该取得一种社会和谐的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呢 就是马丁路德的这种平等思想呢 实际上是他的调和主义 我们说他有点中庸思想 也就是他要把那个脑力脑动和体力脑动之间进行调和 平人和富人之间进行调和 城乡之间进行调和 圣俗主义 圣律和俗人之间进行调和 所以呢 我们从他的那个基本的情况来看呢 他是一种调和主义 一种中庸思想 这样一个情况呢 也就是路德的一个平等的思想的一个特点 那个马丁路德的本质上呢 就是希望缓和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而不是扩大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这个倾向他是很明显的 他认为一个好公民 从宗教上来说 就是一个很虔诚的人 虔诚什么意思呢 虔诚就是能够按照神的意愿来办事 所谓你的神圣 不因为你是教皇 你是主教 你是神父 而是看你对神 那个平等不 对神不是 对神虔诚不虔诚 那么这一点上呢 就是所有的人不分他的身份 都是一个很普通的基督徒 所以他的那个基督教的那个神学呢 使他走向了一种平等主义 那么那个前程还有另一个意思 就是说要按照正确的途径 比较对的途径 去理解宗教上的问题 去思考一些神学上的问题 而不是老是按照以前的东西 以前的东西不能按照老的传统 老的教条 而是应该根据新的问题去思考一些 本身是很重要的问题 比如说什么是得救啊 什么是音信称义啊 什么是善功啊 究竟人应该怎么来思考这些重要的问题啊 那么这些问题呢 通过他的仔细的思说呢 而且呢 他还是个很好的演说家 他能够那个亚述共赏的 把那些东西呢 讲演给大家听 结果呢 就比较容易接受 那么在马丁路德的平等观力 还有个东西 就是他的天职的观念 他把所有的职业都看上是平行的 没有高低之分的 也就是说你当个老师 那你把课讲好 你教书就是你的神圣的职业 那你这个农民 你把田种好 那么你种田就是你的神圣的职业 这样一来呢 职业与职业之间呢 就没有贵戒 那个上下之分了 那么这也是马丁路德呢 那个把职业神圣化 最后所产生的一种平等主义 那么这样一种宗教基督徒 谁是重要的基督徒 谁不是基督徒呢 他不是按照你的社会地位来划分的 同样你从事什么职业呢 他也没有认为哪种职业高一点 哪种职业低一点 所以从这么一些情况来看呢 马丁路德呢 就是认为呢 那个他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强调平等的 这样一种人 那么 说马丁路德社会光临的另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刚才已经提到的 就是他的中庸 路德是个中庸主义者 调和主义者 他老想把对立的东西来调和 教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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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